今天小吉一直坐立难安 在教室里 他没办法乖乖坐在位子上 小吉 你怎么了 小吉甚至没听到老师问他的话 他就要回来了耶 爱迪和莎莎知道小吉为什么会这样 他在想他的新妹妹 他今天要来咯 快要四点半了 小朋友们开始整理书包 小吉因为太急着要回家 还不小心穿到别人的外套 对不起 记得帮我亲一下你的小妹妹哦 爸爸终于来了 小吉马上扑进爸爸的怀抱里 妹妹还在医院里吗 哦 没有 他已经在家里等你了 一回到家 小吉马上就往小妹妹的房间跑 没关系